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火到了 好 到了 所以我叫Ashlee Hello Ashlee 我到了 你到了沒有 你下來帶我 我在北京那裏 老公啊 真的要買呢 一個月要供4千元 我的薪金只有5千元 不要緊要 這個用來投資的 又不是供一輩子 所以 供幾年而已 這個 都是我供的 4千元 又不是你供 OK啦 你決定吧 總之要你照顧我 OK的啦 我給我看 沈り沈的端情 就似念到如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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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代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去看一看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不过我给你答复一下 北京的房子都是需要不满钱 之前我说的保险 你们真的不需要买 不需要了 我都这么健康 反正我买这个 只能用你提支 五年就放我了 那好吧 不用了 你去心想不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 你看 终于我们来这边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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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打来 先打电话 嘩 吃 来 嗨 嗨 Sarah 来 请坐 Sharrod 你都知道我老婆关了什么事情咯 啊 知道 嗯 这个保单呢 你可以把我看一下嘛 哦 我想知道它可以赔多少钱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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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Maris 嗯 Maris 你老公的这份保单呢 有一个200千的人收 200千 啊 你让我再看看它还有其他的意义啊 嗯 这份保单呢 它的领培是一个200千 200千啊 200千哪可以够 哎呦 之前她 我老公买了800千居住呢 200千不够我花那个 好性论咯 怎么办啊 以上的情节 是否非常熟悉呢 是的 因为大部分的人呢 随着这场的增加 一般上都会有债务在身 作为家庭成员的一份子 特别是一家自主 我们有着保护家人的责任 所以我们在有生之年 尽最大的能力保护我们的家人 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到 如果有一天一道不测 如何不让家人陷入困境中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如果想了解更多 请联络我们 I'm Future 谢谢